关心中国大陆的经济 中国大陆国家统计局15号公布一项数据 10月的工业生产比去年同期成长5% 增幅不如9月的6.3% 零售的销售是下滑0.5% 是5月来的首届 当然也不如经济学家所预估成长的0.7% 那么统计局表示说 经济延续回升的趋势 工业投资稳定增长 就业物价整体平稳 经济社会的大局是稳定的 但统计局也承认说 国际的大环境更趋复杂跟严峻 国内的经济回升基础 还不是很牢固 不过人民币的汇率 连续多日已经反弹升值 在14号单日的涨点 就创下了2005年7月以来的17年的最高 1美元现在是对大概是7.04人民币 光大银行一位研究员就表示说 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走势的预期 发生变化 这显示说市场对于大陆经济复苏的前景 有乐观的判断 可是我想问钟达兄的是 人民币走势显示对市场是乐观的 可是在大陆内部 现在看到的最新的经济数据 好像又不是这么一回事 不如经济学家的预期 这中间的落差 对于未来的景气 还有对于经济环境 现在感觉好像呈现不同的两种看法 您怎么看 就跟刚刚我们所谈到那是一致的 就是联总还在一个 持续紧缩的环境底下 但金融市场预期改变 它就先狂欢了 同样逻辑套过来 就大陆整个的经济环境 还是在一个比较不理想的状况 可是因为预期心理 人民币它就开始在一个回稳 那我们现在来看 就是说第一个 就是大家预期联总会的货币政策 可能没有办法像前面那么紧缩 因为假设通膨到底的话 那你这个压力就缓解了 压力缓解以后 人民币贬值的压力 自然也就跟着往下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大家对疫情这个部分 开始觉得它会慢慢往解锋 松绑的方向去走 所以整个经济在中长期 往好的方向 这个预期是没有改变的 所以我认为如果就人民币 这几天的一个大反弹 它比较反映的是 市场人心的一个预期 但整体而言观察大陆的经济 我自己认为在这个阶段 最核心还是 对于这个动态清零的看法 我跟各位实际报告一个数字 第三季大陆的GDP年增率 前值是0.10% 上升到3.9% 季增率是由原来的 负2.6%增加到3.9% 所以你看得出来 在季与季中间 有这么大的反差 背后就是因为 你在前面的那个时间 你封得太紧 那现在开始有一点松绑 马上你看差这么大的百分点 所以就是动态清零这件事情 到底是怎么看 那中国中央政治局刚开完会 他就告诉你人民的生命至上 他短期之内在这边还是 不有太大的一个松浪 那可能就一步步看 初步我个人是觉得 先看到12月初的 中共中央经营工作会议 这个会议一般在我们金融圈很重视 因为它是展望过去一年的 整个经济局面 回顾过去一年 那要展望未来一年 先看到这里 再过来就是到明年 刚才郑昌聪讲 3月初的两会 到底在这些疫情跟经营中间的平衡点 它有没有办法有一个 比较不一样的态势的转变 这是第一个 就是动态清 第二个就是 这样第一季就没了 OK 再来就是烂尾楼这个 你看北京中央最近出招都是 一套二套都在弄这个烂尾楼 人民币可能在这一段的走势 跟大陆经济 是有一点脱钩的一个情况 我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其实经济的增长 当然跟他们防疫措施 动态经营的坚持 还是有很大的关系 那你也提到 这个房市的这个烂尾楼的部分 我接下来就想请教一下 这个房市的部分 那当然我们刚才有提到说 Morgan Stanley他们对美国通膨 升息的预测 当然这个预测当中 也对大陆做了一个经济预测 那他们也认为说 明年春天疫情防控措施 会放松 然后经济增长在2023年会复苏 但是也有经济学家认为说 这个反弹会是微弱的 因为大陆的房地产的去杠杆化 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好 中国人民银行 其实银保监会 他们联合发布了一个 关于做好当前金融 支持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工作的通知 这当中包含了六大板块 16条的具体措施 六个方面 16条具体措施 简单来说 就是可以看到 法人对于这个16条 房产政策也有一些看法 比如说这个中国机构 跟这个外资机构 各有不同的看法 一局研究所的智库 就说房地产信托的业务 是看到了春天了 那中指研究所是觉得 有效缓解了房企 短期长债的压力 但是呢 比如说外资机构 好像是汇丰的说 对股市是有正面的反应 那你可以看到是 这六大板块 16条措施 主要就是要来支持 房地产的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 但是施总怎么看 政府现在 当然还没有讲说 这16条的具体的内容 不综合各方的说法 怎么评估 北京中央 对于旧房市的决心 到底会出多少的力 或者目前的这个16条 它到底是不是一剂猛药 其实是不是猛药 这个是要相对性来讲 你如果只是一个 位移逆扭的人 你给他猛药的话 事实上是不需要的 所以重点还是在于说 中国的这个房市问题 到底问题多大 它是一个多重性的 全身的系统性的器官衰竭呢 还是它是一个局部的问题 但是有潜力 影响到全身的一个健康 那目前的这个六大板块 16条 基本上终结起来 它的做法就一句话 就是银行尽量去做 就是银行尽量去做 它还没有 这个猛药还没有猛到说 政府把它Bail out 就是政府出钱入资 好像美国的那个 刺激房贷危机的时候 后来美国政府出钱 然后直接给大摩 其实因为美国政府不能买嘛 不能买银行 不能它不能出手直接救 所以它出钱给摩根大通 然后做担保 由摩根大通出面来买那个贝尔斯登 可是今天中国大陆政府 并没有做到这样Bail out 这样的一个大的动作 还是一切就是 你银行尽量去做 那为什么政策的方向是这个样子 因为这一次所谓的房市危机 两个根源 一个其实是疫情 另外一个是2020年的时候 有三条红线 这三条红线基本上把房地产 特别是银行业的手 基本上绑起来 那现在就是稍微松开 但是这16条也有人批评说 这样还不够 因为根本的问题还是在消费者信心的问题 房市 你消费者对房市没有信心 你再怎么双绑就不起来 而这16条并没有 或许有一点点效果 可是是否能重振消费者 对房市的一个信心 回到疫情之前 是打一个问号的 所以其实关键还是在于说 一般买房者对于整个房市 未来前景的信心 如果信心够强的话 其实整个就复苏 慢慢可以看得出来 慢慢会回来 那会是关键的力量 OK 另外最后我想请教委员的是说 有一个最近的一个焦点 就是甲骨文日本亚太区的总裁 他最近在接受这个日经亚洲 他访问的时候 他说他们现在正在跟好几家 在全球布局 就是有这个全球布局雄心的 这个中国大陆的公司洽谈合作 这些公司可以使用 甲骨文的云端基础设施 来拓展中国大陆以外的业务 而甲骨文可以确保 这些公司的资料 不论在世界各地 都可以完善的控管 那这个总裁就分析说 抖音还有甲骨文的合作 会吸引 未来会吸引其他的公司加入 那目前甲骨文正在接触 像零售业 科技业 制造业 还特别凸显说 这个公司现在在地缘政治上的地位 怎么看这个甲骨文 扩大跟中国网络公司 特别是科技公司上的合作 不过甲骨文本来就没有被禁 它并不是敏感科技的范围 它又不是半导体上或者是 而且中方也要看是不是美国列的黑名单 如果是美国列的黑名单 你甲骨文也不能跟他做生意 所以如果是非中国的黑名单 然后甲骨文本来就可以合作 因为你本身的科技 它主要是做电商的数据架构 这个本来就没有禁止了 所以并不是就像其他有高敏感性的科技公司 但是Google就是被禁止了 甲骨文并没有被禁止了 所以我就不知道 不知道他还强调什么 他并没有走 他并没有走弯路 没有 他本来就可以做 他可能是在想是说 因为现在大家想说抗中 或者是说反中的这个浪潮 然后中美之间的科技如此的竞争 可是现有 除非美国老是反反复复 不然你依照现有的状况 大家都知道谁可以做谁不能做 美方对于科技公司 特别对于对中合作这一块 你只要符合规定就可以做 他没有限制 比如说NVIDIA就公开讲 说他要做A800的晶片 还是要卖给中国 然后他说我没有超过A100 所以他还是可以卖 所以他基本上可以降低 那个远算规格就可以卖 但未来有没有可能 这个就要问美国商务部 你如果这样的话 那所有的市场 都由政治这样随便改变 那这个世界还得了 但现在看起来趋势是如此 就是说他都会以拿国家安全 或者是说竞争的这个 那这样美国科技业 就没有办法做生意 对啊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比如说甲骨文现在还没有被列入这个 就是所谓的限制名单当中 但是未来你难保有一天不会被 不是过来的 那这个人会说 您可以听起来的 如果是什么 我可以听起来的